你直接染的头发是啥事 就是觉得后面没有拍戏 然后 他不是单身想染了是不是 上在哪里 为什么呀 前几天我拍一个我的手表的一个广告 他们希望你们会比较纯粹一点 所以那个颜色的头发 就是什么 大家都以为你要记住我 我觉得我想要个好子 什么 别人说我想当妈妈的愿望 这次其实也算是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这档点有档吗 算吧 算吧 我也是第一次在剧里面有 有一个女儿在叫爸爸 所以首次当奶爸的感觉怎么样 挺有意思的 因为相遇小女孩她叫相遇 就叫她相遇姐 整个戏内或者戏外 她都都叫了爸 戏外也叫爸是吗 对对对 然后你会觉得就 那挺奇妙的那样 我看你们俩的花絮 就特别像一档综艺叫爸爸去哪 爸爸去 对 所以风哥有没有想想过自己以后有个女儿 就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肯定是很开心的呀 那你想要个女儿还是想要个儿子会 我觉得我想要个好子 什么好 好 但我不知道 夜里怎么说这个台词 两个东西 肯定都不会这么吃 看女儿 可以还说呀 说不着呀 我得整我 整我都 我谁卓了 谁卓了 自从你的赛产里面说 黎峰没有屁股这几个东西 黎峰没有屁股 然后大家会每次你的物聊出来之后 格外关注你的屁股 曲线 我给你找了这张图片 确实 确实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个 屏 屏就屏呗 有脸 还要看到那样 对呀 是啊 关于我的冤种经纪人这些故事 特别精彩 大马戏 老板拍摄他入镜 老板出门他关门 老板进门他堵住 老板打工他摸鱼 老板上车他吓人 老板怎跳他插队 老板直播他关门 暗夜 最近这个故事有做什么更新吗 老板拍戏他喝醉 我们在拍暗夜的时候 他也是要 也是因为工作啊 他要他要去制片部门啊 还有很多领导啊 要应酬应酬 他酒量也不好 喝点酒 喝醉了来到我的房间 然后吐了我的房间 把他吐了 但是他也是为了工作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我觉得都是玩笑来指责他 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 跟他开玩笑来说他呀 但其实都是玩笑 但是他也有在很认真很很努力的在工作 大家也也非常喜欢看你被虐 你能理解这种行为 啊 就可能看你被虐之后 你就有一种 哈 我们要去看一看心理医生 fine 嗯 人类的本质是 是 爱自己多一点还是爱别人多一点 爱爱我更多一点的人 上一次星巴被撞是也没什么 女生还开枪呢 最讨厌自己什么内容出现在 营销号的推送吗 没有内容 觉得自己跑过的那个高铁最厉害的 你的信到我的信 没有一个词 鲁鲁鲁鲁鲁的采访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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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我 生病了 脑子发炎了 我打了封地 所以我根本就唱不出来 那那个时候要让我 近呢 我觉得就不对嘛 所以我觉得我都没有唱好 我就理应该是要被淘汰的 包括我 我曾经这个也是 嗯 太喜欢了你八年了 是 对 我第一进来就看得到 所以没什么想对这些默默喜欢你 然后在小屋里面 暗自发光的那些人说了 那就是继续在角落里暗自发光 也不要改变 他们的改变肯定是越来越好的那种方向去改变的 当然因为他在发光了 但是他还在喜欢你 没关系他发光就好 没关系他发光就好 没关系他发光就好